你绝对没有见过威力这么大的鞭炮 大壮为了测试鞭炮威力 差点把鱼塘给炸没了 叮咚 这里是零度影院 战斗民族大壮为了这次测试 投入的成本真的不是一般的高 地上摆满了九种威力大小不等的沙皇鞭炮 还在上面绑上了石头 废话不多说 那么从最小的开始 第一个上场的便是沙皇迷你版 顺势点燃就扔到鱼塘里 如果不仔细听 你完全听不到任何响动 看来这迷你版确实威力太小了 下一个就是沙皇8号P23鞭炮 大壮再次点燃扔了下去 仔细听 这次比上次的沙皇迷你声音大了一些 但是他还是不能给大壮带来一点乐趣 接下来上场的就是沙皇7号 这个影线这么短 大壮点燃快速地再次扔了下去 水底一声轻响 水面便泛起了浪花 但是对于大壮来说 好像比沙皇8号威力还要小 轮到沙皇6号K999鞭炮 这是看起来就像我们小时候玩的那种 有点吓人了 扔进鱼塘就直接爆炸 还没有沉到水底 小伙伴们小时候有没有这样玩过呢 再次登场的就是沙皇5号K0212鞭炮 这个黑色的外表 上面还硬着骷髅头 看着就有点渗人了 大壮这次点燃加速地扔到水里 但是好像这个鞭炮并没有爆炸 估计是出现了问题 没关系 大壮随后拿起了沙皇5号 但是这个外形确实没有见过 不知道威力如何 这次惊到了大壮 当爆炸响起 地面居然有了一点震动 听大壮说 这个鞭炮威力 是上一个的三倍 那么大壮拿起了沙皇4号 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惊喜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好家伙 整个鱼塘都是微微颤抖 估计里面的鱼 都在不停地向大壮问好 现在还剩下两个终极鞭炮 沙皇1万和5万 大壮为了此次实验的安全 采用远处电点火的方式进行 威塘水深大约3米左右 那么这次又会带来什么震撼呢 一声爆炸 水面掀起一阵浑水 带着一阵恶臭 这次实验让大壮大失所望 并没有像他所预期的威力 但是可能因为沉入水底的原因 等鱼塘水面恢复原本的平静 这次就是大壮的终极沙皇1号5万上场 上面同样印着骷髅头图案 重4公斤左右 大壮没有犹豫 直接扔进鱼塘中间位置 所有准备就绪 大壮一个点五 好家伙 水面瞬间掀起三米高的水滴 整个鱼塘雨之炸裂 我们可以看看回放鱼漫动作 我相信 现在这鱼塘的鱼不只是向大壮问好 估计已经去另一个世界游泳了 观众朋友们可不能学习哦 好了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见